近日来气温是明显的下降了 民众也开始将家中冬天所使用的后棉被拿出来曝晒 冬季寝具的需求量也随着节气转换而上升 从传统市场到大卖场 纷纷可以看到业者推出了冬季的商品 带动民众另一波消费热潮 随着气温下降 民众开始将冬天所使用的后棉被拿出 放了一年的冬被容易面临受潮的情况 民众表示除了会定期将家中的棉被拿出来曝晒外 家中的寝具使用时间许久容易积累塵满 降低过敏的发生几率必须定期更换 像那个棉被枕头啊 其实都容易产生一些塵满的部分 那像我本身皮肤比较容易去麻症 所以我医生的建议都还是希望我们固定时间要做一些态患 其实就是一种保养 对 今年的冬天气温下降的比往年来得晚 有民众因此趁着年关来临前开始囤货 等待年末到来再将家中的用品逐一态换 从传统市场到各商家卖场 纷纷可见业者搭着这一波的消费热潮 推出优惠商品 棉被的部分我的习惯就是时间到我就会态换 因为毕竟就是塵满的部分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现在来囤货我觉得真的是时候 冬天了嘛 因为像其实寝具这类的算是消耗品 用久了一定会有一些要替换嘛 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回馈给我们台中的群众 除了行之有年的周年庆与大型购物日 不同商品也会因应季节的转换 纷纷退出特卖活动 民众在消费之前可以多加留意 何时购物能以比平常更经济实惠的价格 买到必需品 聪明消费省荷包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